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名叫雷布曼的德国传教士到东非 偶尔发现赤道雪峰奇景 回国便写了一篇邮寄 发表在一家刊物上 反而被误解了13年 因为大部分人不相信 直到这座名叫起立马扎罗山的雪山 被很多人发现后 这位传教士才洗脱别人的误解 这座山峰屋于坦桑尼亚东北部 及东非大列谷以南160公里处 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分水岭 起立马扎罗山除了是非洲的最高山峰外 还有非洲屋脊的美誉 以赤道雪峰闻名世界 起立马扎罗山由两个主峰组成 一个叫乌呼鲁 另一个叫马文脊 两峰间有一个十多公里长的 马鞍形山脊相连 在乌呼鲁赤道峰顶 有一个直径2400米 深200米的火山口 回避是晶莹剔透的冰层 底部耸立着冰柱 被冰雪覆盖 宛如巨大的浴盆 在200米以上 5000米以下的山腰部分 长着茂密的森林 树木高大 种类繁多 其中还有许多名贵品种 而在2000米以下 生长着花生 菜叶 马铃薯等经济作物 山脚下则是 深沿重彩的非洲热带风光 这样一座景色秀里 冰火两重天的赤道雪峰 绝对少不了 世界登山爱好者的光顾 据说登山有三条道 一条专为专业登山人员 攀登的线路 另两条则是在 导游和挑副的协助下 走的旅游线路 如果你有足够的 耐力和体力 爬到山顶也并不困难 怎么样 小伙伴们 对这座赤道雪山 感兴趣吗